早在2010年10月 网友根据媒体报道的暴力拆迁发生地点 绘制了一张中国血防地图 地图上有的地方发生过自焚事件 有的发生过群体性事件 到了2013年 血拆现象并未减弱 而且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掩盖暴力强拆 不惜任何手段阻止公民进京上访 如对访民非法劳教、拘押、关黑监狱等 近日江苏省一些黑监狱的受害人发布视频 揭露那里的罪恶 中国的黑监狱到底是什么样 一起来了解 暴力强拆在中国大陆已经腾行了多年 特别是近六七年 强拆越演越烈 到2010年7月 全中国的暴力拆迁序案统计 无锡排中国地级市的首位 几年来网上曝光 无锡市征地拆迁 直接死亡人数为12人 间接死亡人数几十人 因暴力强拆上访的人数成千上万 为了防止民间反弹 无锡政府以所谓法治教育学习班的名义 非法拘禁那些偷渡到北京上访 却被解访回来的公民 或者将那些准备上访的失访 或失地公民 关在黑监狱里进行所谓教育 下面的视频是江苏无锡 南宫一些刚刚从黑监狱里出来的人员 以公民播报的方式 揭露黑监狱的内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3年3月4日 欢迎收看公民播报之两会专题 我是主持人王耀武 我是主持人前晴 近日通过微博电话等各种方式 我们发现不少人陆续失踪 后来才知道 他们原来是进了一个叫 法治教育学习班的东西 今天我们将带着朋友们一起 揭开这个法治教育学习班的面纱 这些受害者揭露黑监狱通常宣布的纪律有 不经允许不许吃饭 不许睡觉 不许上厕所 不许见家人 不许随便行走等 他们还揭露了当局罗列给访民的各种好笑罪名 其中有扰乱黑监狱秩序罪 准备上访罪 还有诸如敲诈勒索政府罪 煽动颠覆罪等 无许访民 万先生表示 他一家五口人 包括一岁半的孙女都坐过黑监狱 当局就是想要抢抢他家里的钱财 被非法关押在黑监狱15天的无期访民 胡女士也表示 因为无期政府心虚 怕外界知道他们造假 就把他非法关押起来 进行所谓的教育 我关在里面 要是你跟他剥离 就是跟他讲理 他讲不过你 他就不给你吃饱 不给你见阳光 成名都全部拉好 然后每天就是给你来上课 上课就是许你 不是上什么课 你不叫你要学习什么 教训什么 没有什么的 就是许你 就是不允许你去上访的那个意思 近年来 因强拆血案 引起中国社会极大震动 如2010年9月的 一黄910强拆自焚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 两人重伤 2010年12月 中国浙江省温州的前云汇事件 2012年9月 盘锦征地冲突 民警现场开枪打死村民事件 2012年12月的 贵州尊义城建局强拆民房造成两死三伤事件等 大社国际组织去年10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指称 从2009年1月到2012年1月间 中国发生40多起因房子遭地方政府强拆民众自焚案例 中国民众对政府强拆的反抗也日趋激烈 2011年5月 江西釜州市前民旗因自建房被拆迁 没有得到合理补偿 在十年申诉无法得到解决的情况下 制造连续爆炸案 造成三人死亡 多人受伤 而去年5月 云南巧家女拆迁户 怀抱一岁幼子引爆炸弹 导致四死十五伤 今年初 中共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承认 去年前三季度的网络维权 共914起 其中强拆强征占275起 占全部网络维权事件的30.9% 更为严重的是 80%的强征强拆事件中有官方参与 由此看来 政府在这场强拆的罪恶中难逃其责